如果有资料都有 你还都一直讲错 我就说你到底是笨 还是你的幕僚太难 还是到底怎么回事 连日来都把炮口对准蒋湾 客问者再说重话 因为蒋湾要解除106年监视器子约 但柯市府拿出当年合约 证实没有三妹 质疑蒋市府打假球 最后讲100个谎话 再掩盖这10个谎话 最后就被谎话淹没 我也不需要一条一条指出 他哪里讲错 106你根本就没有三妹咖的汇率 为什么到今天还要故意鱼目毁足 你明明知道这一约 1000就是106到125这样子的年线 却故意好像讲的只是在签106年那一年而已 为什么要刻意这样误导大众 蒋市府火大反击 但柯文哲在隔空喊话 讲完该解的是母约 但也被质疑 既然觉得合约有问题 八年任内怎么不解 你不可以说我怀疑你以后会犯罪 所以把你解约 这不行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有具体的行为事件 大家不要装清高 这个在从陈聪文打人工巴掌跑 这真的要办下去不得了 一笔国票 不用去扯什么母约 现在发生的问题是纸约 就针对纸约面对问题认错 其实并不难 资讯局的主管相关承办人员 他们有失职的过程 为什么 没有站在市民的立场 去监督整个台智光 爆来的价格合不合理 是不是高于市价很多 资深议员则点出 柯市府任内资讯局失职 没积极溢价 台智光仅用监视器合约 引爆蒋柯两任市府混战 一纸合约各自解读 三立新闻 李维廷到美军 一小组台报道 大家无安 我是双举金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蒋万跟柯文哲互杠 现在看起来水非常的深 黄珊珊跟陈志涵 现在都跳出来了 邦腔柯文哲说 2017年根本没有订 三妹的费率 好了 这个就是奇怪的地方了 为什么柯市府 2017年只有签约 到2021年才签订费率 更诡异的是 当年的约居然是空白授权 好 这个空白授权 什么意思 也就是这个钱 难道是让台智光自己填吗 这个也非常奇怪 但是好市府更加怪的是 当年签约 甚至还帮台智光跟银行融资 搞了老半天 怎么跟政府做生意 有这么好康的事情 连钱都不用出吗 蒋市府说了 柯文责定 2200块钱 当天没有会议记录 现在黄珊珊就呛说 你蒋市府是不想找到 还是刻意找不到呢 好啦 现在就爆出来 当天是真的没有议价记录 而且更诡异的是 没有官员出席 短短40分钟就通过了 80几个案子的 审费率的案子 所以大家说来的都只是人头吗 那为什么这些官员 都不愿意来呢 是不愿意帮忙背书吗 那大家更好奇的是 好啦 那你口口声声 客吻则说 你2200块钱订出来 但是你2200块钱 到底是什么订的呢 现在你还是说不清楚 另外黄国昌也不帮忙说清楚 昨天又令币战场了 什么战场呢 咆哮柯建民 柯建民昨天身为是 党团协商的提案人 才要补充说明内容 就黄国昌居然整个 然后就早退了 大家很好奇说 台湾人民投票给你 是要你这样抓马起来的吗 那转身这个黄国昌 又对傅宽奇是客客气气的 所以难道黄国昌的咆哮 是民进党限定款吗 罢免谢国梁 现在也是怒火烧不完 昨天这个差量行动的发言人 来到我们的现场 坦言了自己就是小草 当年是投给柯文哲 结果现在引来小草的围攻 说他是假草 那现在又被爆料说 电动车询问专选 竟然是国民党的 御用公关公司的总机 难道谢国梁又再次 读后自己人吗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上面 就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 资深媒体人终年温皇哥 举亲好 大家好 资深评论家徐清皇 举亲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举亲好 大家好 国民党前发言人肖敬妍 举亲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文俊 举亲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林世忠 大家好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昨天这个讲官看起来 非常有尬词 说好 我要解掉了柯文哲 当年2017年2200块钱 怎么样定出来这个资费的合约 我决定要减掉 这个解掉了 但今天就被柯市府呛吓说 那个约我们当年已经执行完毕 你这个解约根本是解假的 怀疑说这个蒋万恩根本是解假约 好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请教一下小玉姐 因为你看今天柯文 就直接解掉母约 那现在看起来 今天包括连这个陈志涵 黄珊珊也跳出来围攻蒋万恩了 双方好像有点各局所需 各讲对自己有利的话吗 我先讲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是 为了台志光大战 前后任市长是隔空杠上 而且现在包括连旁边的 陈志涵 黄珊珊 蒋治府这边副发言人什么 通通加进来 变成一个大混战 现在两边似乎要把自己都变成公亲 而不是市主 拜托 两任市长前后任市长 通通都是市主 都不是公亲好不好 现在大家的态度好像觉得说 我都站在评论者的角色 我就是当公亲 我当年怎样这样这样 我现在怎样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推给前朝 大家好像都跟自己没关系 回过头来我先讲 现在就是说蒋万安昨天 看起来看似霸气 说要解约这件事情 原来被大家戳破了 你要解的是子约 而不是母约 我们先到底主约 母约能不能解 待会我们再来深入的讨论 可是我先讲一些比较奇怪的点 第一个点就是说 看似现在蒋万安跟柯文哲 都觉得台志光有问题 对不对 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除了陈从文的这个弊案之外 另外大家也都知道说 现在看起来两边互钢 每个人都在骂觉得台志光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你觉得台志光有问题 姑且不论你解不解掉这个母约 那我就问 那为什么柯市府时代 你还跟台志光签了47个子约 你也签了 你也觉得他很怪 你还是跟他签子约了 对你母约签了之后 对你母约签了你是好市府任内签的 你可以 那就没办法 母市那个25年长约就摆在那里 可是你还是签了47个 而且越签越多 从2017年的2017年只签一个 一路签签一个一个 14个28个29个 到后来这总共签了47个 这个我也不理解 好那蒋万安你看似清高 全部东东都是前任市长的错 在你自己任内 你今年你也签了7个子约 你去年你也签了11个 而且还是被克文哲鸟鸟出来 我才报出来说 原来你也签了7个9个约 对 我就不懂 你们两个都在一方面 左手大骂台志光 你右手你还是不停的 去跟台志光签了约 这两边都很怪 而且说实在的 这个连市议员也都觉得很不爽 如果说你蒋万安 你觉得你所谓要解的这一个 跟警察局监视器有关的 这个2200块的约 你觉得很不爽的话 你还是送了5.5亿的预算到了议会 对 这不是事实吗 就是送了5.5亿的预算之后 然后警察局觉得就没送 然后去才会爆发出 一连串的这个种植事件出来 所以我会不觉得说 蒋万安你现在感觉凌然大意 觉得自己是公亲 然后就出来一直骂 可是问题是你一方面签了纸约 你还是送了今年的预算 去给市议会来审议不是吗 是 对 所以我就问 我就问这两位市长的态度 让人家觉得非常奇怪 好 现在大家开始要挥了 我认为就是说 赶快一直泼水一直泼水 就是要模糊焦点 现在要讲说 这个3M的合约到底在哪里 好 蒋万安的意思是说 他只有一个会议记录 他拿到前朝 就是拿到柯文哲市府的时候 只有一个会议记录 里面就已经订了 订了3M的合约就是2200块 然后就说现在都找不到 然后这个游书会都帮忙帮腔 就说找不到找不到 然后那个谁 黄珊珊就在对面又在呛说 你是找不到还是不意找 还是刻意不想找 对 那现在到 好 那我就来问 这个是柯文哲 也不是很久 就柯文哲两天前 就在他的脸书上面 所直接写的 这个字就给大家看 上面就写说 在我任内 在我任内几经谈判 3M费率为2200块 这他自己写 起在自己的脸书 还没删掉 大家都可以去找 对 他说他在他的任内 就定了3M的费率 是2200块 那我就问 黄珊珊说 没有3M的费率 他是直接从2M跳到4M 那你跟柯文哲 你们两个不是同一个市府的吗 对啊 然后呢 这个就很奇怪 所以两个人是要互打嘴巴 是黄珊珊打脸柯文哲吗 因为黄珊珊现在看起来 柯文哲这边讲说 是有3M的费率 是啊 而且就是他任内谈判的 在白子黑字写的这么清楚 好 那所以现在回到的重点 就是说柯文哲也认了 在他的脸书白子黑字写说 3M的费率2200块 是他认内定的 好 那你当时议价的过程 你谈判的过程 到底是怎么样弹出来 这2200块的数字 这个是现在蒋世福 要跟你问的问题 柯文哲都没有回答 对 他没有问 对 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就说 柯政府你很夸张的地方是说 你是不是拿好龙斌时代的基准 就是1M是760块 3M直接乘3 对 这个就是大家这里在想 我以为是买长海 你知道吗 3把乘3 还是买空心菜什么之类的 5把乘5 照着的标准 我说通常会买两支送一支 不是 照着标准 1Gb的上网分率就是1Mb乘1000就对了 对 那以后那个近时代 进步越来越快 我要附越越多钱 对 以后到了10M就是乘以10 是这个样子的吗 这数学真的蛮好的 好 那最后再讲一个 大家可能这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当时要订3M 第一个按照尤淑惠讲的 就是说反正就是有个概念 就是高化质配高频宽 高化质配高频宽 这是合理的 对不对 所以按照当时那个世锡 就是有委托一个专业的 那个世锡的标准来看的话 是说当年很简单 其实没有很复杂 因为连我都看得懂 大家都看得懂 就说你只要是200万画素的 你就配3M的频宽 100万画素就配2M的频宽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好再讲一次 就是100万画素配3M频宽 然后200万画素配3M频宽 好 那大家会问 我可以200万画素配2M的频宽吗 然后就是世锡的评估报告 就是说不可以 会定格 对 就会定格 因为这个会定格 为什么后来世锡认为 还是觉得3M 因为他说包括路口 这个路口跟一般的车站 跟银行不一样 因为他们都有永恒的光源 你一般的路口 你会有日夜的不一样 你还有行人的走动 所以他们还是建议给3M的频宽 那世锡的报告都跟你讲说至少 就是还是建议说是3M的频宽 那我不知道 柯文哲你现在到底在挥什么 为什么你还是觉得是2M 为了省钱 然后你连这个专业的报告 评估都放在旁边 但是也没省 现在你还是讲 你还是签了47 47个子约 好 所以大家说 柯文哲看起来 2M到3M也是你任内的时候定的 那你现在指责讲话 是说你怎么统统变3M呢 这个一定是你在里面有账金 但柯文哲这边是不是有问题呢 好 我们请教他亲黄 因为你看一下 现在柯文哲就直接公说 讲完你解约解假的 你的指约是解假的 但是是真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陈志涵就T2跳出来说 2017年的时候 根本没有定3M的费率 但是陈志涵没讲的是 2021年有定了 好 那2200块钱 怎么样定出来的 这个是柯文哲到现在一集 都没回答的 整个议约过程到现在还是找不到 怎么样定出这个价码 硕及既往吗 那这个钱是怎么样出来的 好 我只有一个结论叫做 一个台志光各自表述 一个台志光各自表述 彼此批判对方 就是你有问题的地方 但是批判对方有问题 不代表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反而看起来像是 从好龙斌柯文哲到蒋万安时代 各自有问题 那怎么叫各自有问题 第一个 你先来看一下 这个在母约的部分 最原始合约的部分 其实这个合约在2015年 当时我其实就已经根据这个 林世忠议员的资料 就已经讨论过一次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母约 当时大家看都觉得很奇怪 不合理嘛 这1000签了25年 而且当时最大的质疑是 奇怪了 2011年的时候 郝龙斌跟台志光签了这个合约 台志光的后面母公司台通光 好 你签了这个合约 签了25年 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想问一件事 市场上没有像中华电信在内的 其他业者可以提供光纤网路服务吗 需要把整个台北市政府各机关 通包在台志光身上吗 而且当时的理由是嫌中华电信贵 结果这么多年过去看到的价格是 台志光看起来跟中华电信价格比起来 中华电信价格看起来是明显比台志光便宜 台志光还更贵 所以绑住台北市政府 第一个要先看到 第一个有问题的是 郝龙斌当时所签的母约 那他所签的母约绑了25年 注意看他合约条文上面写的事项是什么 他合约条文其实用了几个字 叫做优先租用 这个优先租用跟他合约的文字 绑住让台北市政府看起来都只能够跟谁谈 都只能够跟台志光去谈网路的费用 好了 那就出现一结果问题了 如果都是台志光来谈的话 他就会出现我们刚刚看到这么有趣的状况 就明昱刚刚告诉大家的奇怪 哪有人去溢价这样子 就一MAY就是760块 然后三MAY就直接乘以3 然后变成2280块 然后柯文哲表示说我有溢价 我有可以打个星级 所以2280块 溢价溢了80块 变成2200块 有这回事 讲外言说还有溢价 变成2100块 所以大家都说我有砍一点钱 可是你去看 外面卖水煎包都知道 一个卖你20块 三个卖你50块 那便宜一点的 人家都知道这样溢价 那为什么他在溢价的模式 连买水煎包都比不上 这很奇怪 而且他还是包25年的早餐 对 他还不是只有 我们讲你看 你本来是买一个水煎包20块 三个水煎包应该是60块 但是算你50块 可是他买的是包 我要买你25年份的水煎包 每天都买 对 照这个情况之下 你的溢价 每天的三个价格 应该可能才40块而已 可是柯文哲溢出来的价格 他就是把水煎包 价格直接乘以3 然后告诉你说我砍了80块 然后就变2200块 你有看过这种溢价的方式 没有 但是在柯文哲手上就发生了 所以在考龙兵时代的母约 到柯文哲时代 在签子约的时候 看起来就会有状况 包括在柯文哲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47个紫约各单位局处绑进去 从警察局到教育局 然后他的捷运公司 一项一项绑进去 喂 你有没有发现哪里怪怪的 台北市各单位绑进去的结果是 我如果现在跟市售的牌价 如果落差很大的话 那代表大家损失是越大的 然后更不用讲说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前台北市议员呱急 他的这个流的内容 让我觉得看得更惊悚 为什么 因为你看之前闹出 前卫KDP风波的时候 发现说这个业者 把这个受信的总机把它关起来 导致说火警讯息 要传到交房局去 这讯号他没有传出去 所以那个时候在检讨的时候 要求什么 要求业者要用专线 你这个把情报送回去 说要上网没关系 用网路没关系 但要求要专线 不但专线 因为进入台北市政部体系 所以要用台智光 所以你得抢迫业者 把消防系统回报 消防局这一端的部分 也要用台智光 因为连民间业者的钱 都要包给台智光 这个呱吉这一篇内容出来的时候 大家看来都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真是无限上网 到处通通都包进去 所以无限上网 无限上钢 然后大家通通都包到这里面去 这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当柯文哲 你把那么多的紫月 都绑进去的时候 大家就会问一件事 你不是在骂说 这个业者是恶行恶壮吗 然后叫下一个市场要小心吗 那你自己在看的时候 为什么你自己不小心 然后好 我们告诉大家 台北市政府的资费失灵 现在状况有多严重 上网资费失灵 这一件事情 你看同样是用监视器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 包括刚刚明玉在讲的 是监视器 然后接着网路的服务 这样的服务 这个费用台北 我们刚看到三妹是2200 对不对 所以来给各位看 这个讨论串裡面 这是网路Mobile01的讨论串 家里要装监视器 装监视器的时候 上面说 你注意看 他上面告诉你什么 他上面告诉你说 目前考虑凯博宽评 他问到说 最低的6M2M1个月才199 要不然12M3M2个月才299 6M199 那以柯文哲的概念 不是应该是乘以6吗 对啊 他要乘以6 所以他的价格怪怪 然后你看 人家这边讲到 用中华电信的16M3M升级完 是月角429 但等等 举金你知道哪里怪怪的吗 哪里 两个讯息不一样 第一个 这个讨论串的资讯 是2018年的资讯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去年2023到2024 所定出来的价格 那还比较贵 我们现在讲的是 现在讲的讨论串 是5年前的讨论串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然这是民间用的 他不是固定IP 但是这个价格 也没有落差到这么夸张吧 所以等于一般民众在看的时候 会觉得市政府的 这个专用的网路线 怎么会 监视器用的 会价格差这么多 20倍 所以柯文哲的责任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想说 你当了8年的市长 签了这47个子月裡面 有多少的钱是浪费出去的 这是大家在问的问题 那更不用说 我们看到台资光最主要 因为好龙斌 是在2011的时候 2011 2015 业者在建制速度 已经是往后延的 所以大部分的职约 业者的营收 最大的成长 从这个好几百万 一直成长到5亿8千万 这个金额是在柯文哲任内成长的 柯文哲能够撇清责任吗 显然不行 好龙斌的母约 柯文哲的职约 都是撇清不了责任的 第三个 那讲完案的责任又是什么 讲完案的责任就是 那你要告诉大家 你已经知道了 议会有议员跟你质询的 说你的这个资费 这个业者 同一家业者 报给一般人 是一个月三妹是1761块 對 报给你是2220 不对 按照柯文哲的讲法是2280 然后被他溢价了80块下 随便2220 那你就要问的是 为什么比别人家多20%出来 比别人贵两成 而且是同一家业者的报价 报给一般的是1761 报给台北市政府多两成就变成是2200 因为你大方 所以在这里面 好 讲完案的状况是 好 如果是柯文哲定下来的 那你说这是前朝的问题 我要检讨前朝 OK 但问题是 你的金额从5.5亿修正了到4.6亿之后 中间经过神秘力量的介入之后 让他金额又从4.6亿回到了5.2亿 5.3亿 你只有小砍2000万 那你要不要解释中间的预算 这也是经过你市政府编出来的 你没办法都推给陈崇文说 这都是陈崇文的责任 这个预算是市政府送的 如果市长有gots 有担当 你的官员有担当的话 预算就砍下去 4.1亿就送出来 那为什么还要自动再给他补血回补回去之后 再让大家看说我们有检讨 但是没有到幅度这么大 这也是有责任问题吧 所以从好龙斌柯文哲到蒋万安 三个市长有三个责任问题 这三个人都必须面对 三个人也都跑不掉 这其实是台智光案里面 到最后操作成一个台智光 各自表述最大的政治问题 好 所以你看这件事情 不至于嚕不嚕大条 水还很深 好 我们今天请到市中议委 来我们现场 你也算是2015年的吹哨泽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合约就是这一份 这个警察局的合约 2017年柯文哲那时候签订的 好 那刚刚听到清皇说 柯市府 蔣市府 两边都有自己的问题 只挑自己有利的这样 那请教他市中议员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这个合约现在出来了 都盖印章了 那为什么这个钱的部分 空白授权 为什么这个钱的部分是空白呢 如果柯市府 不是要把钱填了进去之后 你才能盖这种市府的印章吗 那你这个空白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柯市府 好市府 以及现在讲市府 那他们也不是笨 也不是坏 那是充满了所有的政治的思考 以及后续政治资本的累积 尤其郝龙斌要卸任前 就处理了很多这个案子 那台志光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那因为监视器他有三个阶段 他第一个阶段在民国100年 他是13699支 第二阶段是1717支 那时候的划数是30万划数 然后加起来1万5000多支 里面那其中有300支 是100万划数 所以在100年开始 啟用第三代的时候 其实他的传输费率 都只是1枚跟2枚 但是到了100年以后 监视器第三代开始 他就13699支 加上大家各方使用建议 2478支 加起来16177支裡面 那就全面要求要有三枚 为什么 因为唯有把枚数提高 那才会价格会拉高 价格拉高以后 才有操作的空间 这是第一个要素 第二个台志光他得到 郝龙斌他的上方保健 保障25年的合约 包山包海又给他开后门 所以没有任何竞争的对手 没有办法得到竞争的对手 所以他每一年得到报价的金额 就会比别人高 因为是同盟生理 在民国101年02年的时候 制定要签约给 这个约是101年9月份 签给台志光的 那时候因为还有其他的五都 那时候林佳龙当市长的时候 台中他的监视器有2万6千多支 而且他的福地也有台北市的四倍 那时候我去调他 他们也是用30万系数的 结果只要六七千万的传输费 所以从此以后 我们就紧盯着台志光 所以那时候只要六七千万的传输费 但是在台北市府 居然发花了好几亿 不是 但是他有报价 我就觉得说 他是拿了垄断市场 那他垄断市场以后 然后他就因为 就要每一年有一个议约议价 那议约议价的过程 都是委员资讯局 那现在市府制定 要由夜管的副秘书长级 以及夜管的资讯局的副局长以上 然后召集警察局 包括教育局各种相关 市中医 我跟你问一下 因为你那个时候 你觉得说柯文哲 这个案子台志光真的怪怪 你有跟柯文哲说吧 我跟柯文哲 无关便当会 还是公开咨询 不下十次 而且点出很多的点 他意思是台中是怎样 然后他回答 他回答我说 茶无实证 因为谭志光是合情合理 我又希望他列为六大弊案 他说这不构成弊案的过程 他那个时候说茶无实证 可是他现在说大有问题 现在就是大事 他现在要堵这个漏洞 为什么他在这个纸约里面 这个空白的 为什么都空白的 为什么会空白 因为他每一年要用这个 这个传输费力 议价会议里面 要召开一次 然后才来制定 所以每一年是浮动的 所以定义说 从台北市所有光纤传输费用 头穿等等 台志光他要抖多少 抖多少 不是 这个意思是说 我这是厂商自己填的 不是 所以他空白 因为他每一年都要开一次 这个费力的会议 召开召集厂商 台志光的代表 以及警察局资讯局 然后由 刚刚提到了 由市府的夜管副秘书长 及资讯局的副局长来主持 所以柯文哲 郝龙斌是始作俑者 他列了这个马关条约 不平等条约 让台北市25年的传输费用 限于现在大的风暴里面 让很多人得到暴力 这第二点 柯文哲在8年内 他是承接者 他放任 为什么 他说一套 因为他站起床 所以他希望跟各界都友好 所以放任 所有资讯局里面 所有的各的业务人员 然后让台志光报价 高出市价很多 予取引擎 所以每条都照案通过 台志光因为他把警察局的监视器 列在重点里面 因为他占了他所有传输费用 95%以上 另外为什么会有这47个这个纸约 因为 95%吃不够 要5%拿来倒 所以包括 百分之百 而且现在他甚至还要 特定的是还要要求 教育局 你这个国小 这个监视器三十几%不够 要50% 因为他就一直要充高监视器的量 然后一直要往上面处理 为什么 因为他价格受到保障 然后把这个预算 在资讯局相关协商 送到台北市议会的时候 然后才会有造成今天 这么大的争议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市中议员 因为现在看起来 每一个现任的市府都说 是前市府定的价格 前市府有责任 那自己就没有责任了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那你看 柯文哲现在说了 他2017年 没有三妹这个价格 因为他说那个时候 只有二妹跟四妹 黄珊珊是这样讲的 那要请教任俊哥 但合约在这边 2017年 看起来是有个议约书 这个协议书里面 那为什么是空白的呢 都已经用硬用好了 还是台资光就觉得 反正我这25年长约无所谓 这都是我包 不用再算了吗 你后面的那一个问题 基本上等于这件事情的答案 在原始的母约里面 其实他当时绑的 其实你看母约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告诉说你要建制 所以他告诉你说 你有多少的覆盖率 哪一年要达成到多少 可是问题是 在他的这个合约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他有个采购项目里面 其实绑掉了后面所提到的 各个单位里面的这个状况 你看 他说本府所属的机构 是含学校跟台北大众监视系统 这些 还有包含到什么 包含警察局的录影监视系统 各机关可租用的部分 你看他这些全部都是要用 按照下面的陈述 要优先租用本案的网路服务 所以就是透过这个 把所有的后面 刚刚提到说 为什么你这个案子完了之后 会一个加个两个加到后来变成47个 可是这整个事情 你说市府没有在这里面想清楚吗 其实有 为什么 因为在原先的母约里面 现在大家在谈论了 这个所谓的废率案的部分 在母约原始的第一条第三项 第七款里面 其实告诉你说甲方 就台北市政府 他要负责什么 他要负责所谓的废率的订定跟调整 所以现在大家对于废率的这个 产生很大的疑问说 你计划有什么 到外面翻起来 你差这么多 你市府本来就要负责在任 你母约里面就有这样 好 可是你就回来看 刚刚提到说你要优先 你要优先去用这个服务 你看他前面有几个字 叫做依照下一段叙述 什么意思 他下面也告诉你讲说 我也不是随便让你漫天开架 为什么 他这边跟你讲说 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用这个服务 不可以高于什么本府既定 一个95% 然后也不可以高于什么 行政院的这些网路续约 但现在问题就来了 你刚刚提到大家最质疑的 那个什么760乘以3 他就来自于这里 就是当台志光今天 所送的那个支费的时候 他就直接在这个地方跟你讲说 好 那我的支费的部分 我就取最低的 1M的单价就760 那我就换算 例如4M就760乘以4 3040 台北市府不是有资讯局吗 这种东西不会查一下价格吗 那我们刚刚就回来看 为什么强调在这个约里面 他其实有告诉你 台北市政府必须要负责费率的审定 而且你知道吗 当他今天送了这一个 告诉你说我今天要这样 如果台北市政府通过之后 你知道在这合约里面绑什么吗 他说你应该在每年的10月之前 将隔年 将隔年的电路费 这个费用服务费 报经本部核定后 就自动续约了 所以回答您刚刚最原始的问题 自动续约了 为什么先盖好 因为很简单嘛 你这25年按照这边又要优先 对不对 优先他要采用他的服务 再来就是我只要报部核定之后 就可以自动续约了 一绑绑25年 我就觉得坏了嘛 我就先盖嘛 反正你别家也进不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里面很认真 我老实讲 因为刚刚是不是提到说 要95%的扣打 他这边告诉你说我用92.9 还另外算一个92.9给你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我也没有乱讲 你看我原来的标案只提供了这一个 但你如果只用单向服务的时候 也没有减少什么 所以我们就决定做了一个 这样的决策禁 可是回到原始的 今天讲话还是说 停掉所谓的106年的那一个 他是不是只针对警局的部分 我觉得他要 警局包括其他的赴约 他应该要停掉母约才可以 讲话停的是47-1 就是克文哲都切了47 他只剪掉一个子约而已 所以回来的是 你今天解掉你又怎么样 因为你今天解掉那一个 我现在重新送一个费率就可以了 因为你的母约裡面 就已经很明白了 告诉你讲说 就是由厂商他今天送到 这个服务的费率 你今天觉得没有问题之后 只要OK了就自动续约 他还可以复活 为什么现在在这件事情 我也老实讲 国民党现在一直在批评说 当然我觉得柯市府 是应该被质疑 因为柯市府现在讲说 他们都没有什么 说有 我们也有谈 有一个省议委员会 你完在这 你省议委员会 是不是走一个流程 走一个形式 这个我觉得柯市府 事实上必须是讲清楚 但问题是讲话 现在解一个说 好我要大声的告诉大家 讲说我解掉这个纸约 那你解除纸约之后 就是下一个纸约再出来而已 不然他会跟你讲说 我就不干了 因为还是以優先 自动会续约 所以他还是会跑出 一个纸约出来 母约的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搞了老半天 这个解约是解假的吗 好那要请教一下华哥 那就刚刚说好玩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 台资公就觉得说 反正未来25年都是我吃饱饱了 我干嘛要跟你谈这个 签什么价格呢 但是议员也有说 他每年不是都要拿新的预算 来去跟台北市府报价吗 那看起来台北市府 好像对这个议约价格 没有在帮人民做把关 好你看蒋市府就说了 柯文哲任内议价过程 记录到底在哪里 大家就很好奇说 因为现在蒋市府 就一直在讲柯文哲说 你2200块钱 那一天到底怎么订出来的 你没有议约记录 议约记录在哪里 还是可能根本不用议约记录 因为未来都已经缩其既往了 谈好了 这件事情 观众朋友 你如果听柯文哲 或是听讲完两边的团队讲 你也感觉没啥啥 怎么好像两边讲的都对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双方都在挑 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在讲 所以两边讲的也都对 但是都不完全对 因为没有人把事情的原貌讲出来 所以看我们节目 观众朋友最大收获 就是你可以了解事情的原貌 这件事情的原貌很简单 母约的部分 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讨论 可是好 母约签了 柯文哲他说 我忍台志光忍了八年 然后我觉得这个合约怪怪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又跟他签了47个子约 这我就不懂了 柯文哲如果一上任 可以对所谓的五大弊案雷厉风行 那为什么这个 你忍耐八年的案子 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市中议员说 应该列为六大弊案 他也没再理 那是不是你跟台志光关系 跟其他五个老板关系不太一样 这个有待进一步解密 这是第一个奇怪的地方 那讲完也一样 你也签了子约 好 母约暂时不动 我们先不提 子约 我们现在就锁定在这个所谓的 平宽传输的废率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每年要重新溢价一次的 对 请注意 母约签了25年 我暂时没办法动你 但是子约是每年要重新溢价一次 请问你台北市政 我从柯文哲到讲完 你们有没有认真在溢价 我听到民众党数学 我真的昏倒 任何 因为台湾是一个IT大国 大概每个人对于 这个所谓的平宽 都有一定程度的尝试 我们不要讲专业之 就讲尝试就好 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 平宽一定是越来越便宜 没有越来越贵的道理 请问我刚开始使用电脑上网的时候 用Modem波接是56k 现在我家里的频宽 一定是1GB 请问56k到1G是要跳几倍 那我是56k费率乘以1000吗 怕死人网路费贵死人 那我用到死 那网路费一个月 可能要缴几十万 不是这样算的 事实正好相反 随着科技的进步 你的频宽越高 其实你的越来的费率越低 因为科技不断在进步 所以正常来讲 一般我想每个看电视 或是网路看节目的人 家里一定都有宽屏上网 你宽屏上网常态是什么 比如说你现在用100M 对不对 没多久ISP的业者都打到 中先生你要不要升级到200M 速度加倍 频宽加倍 但是我们价格不涨 但是后面有个配套 我们现在有个500M 大概比你多几百块 大概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台北市政府 溢价的情况跟人家不一样 而且为什么没有溢价过程 对你的溢价会议记录 完全找不到 为什么呢 然后民众党现在说法是 帝国倒不到菜兜 陈志涵说2016年的时候 根本没有3M的需求 可是柯文哲有溢价 刚刚小玉不是给大家看了 柯文哲脸书自己写的 不是有溢价嗎 那请问是以市长讲的为准 还是以发言人讲的为准 你们两个你现在是倒不起来 还有一点我无法接受是说 柯文哲他口口声声 因为是你自己讲说 这个案子很怪 那你今天拿合约母约出来讲说 规定要优先承租台资光 我请问你 优先承租在法律上 是一个强制性的用语吗 他不是 优先不代表说必须承租 你如果合约定的是 必须承租台资光的网路 那我没话讲 优先承租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 如果假设我是台北市长 我会怎么处理 台资光来你报价 我警察就要新增监视器 我从100万话数 升级到200万话数 那你来报价 你说你三妹一个要报 2200块 但是我可以找其他业者来比价 其他业者开1600 1700 那我就跟台资光讲 合约优先承租 但是很抱歉 其他业者报价比你便宜 我为什么要用你的 他其实是可以做的 但是柯文哲是消极不作为 导致于这个费率就一直 一路延伸下来 而这个事情最严重的是 我请问你 为什么全台北市政府 包含市政府那栋大楼 还有市府辖下所有的机关 要被台资光绑架25年 这一点我始终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的答案 你为什么要绑架25年 但换句我觉得最奇怪的是 因为益川哥有爆料说 为什么当天是没有议架过程 只有会议记录呢 他说短短40分钟 就通过了80个案子 而且没有官员在现场 只有副主任 股长跟组长 参加出席 记录的最后一行还写说 建议以后邀请专家 那意思就是说那一天的开会 是没有专家也没有长官 其实我跟你讲 平宽溢架也不需要多专业 每个人家里都上网 台北市资讯局局长 你家没网路吗 那天的情况是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你如果看那个出席名单 市政府出席名单 主官都没有 几乎都没去 只有一个秘书长去 主官都没有 资讯局局长没去 然后主官都不去 为什么呢 我的研判是公务员 酒精沙场都很清楚 他们知道这个事情 可能有点点风险 所以主官就会有事 徐副主任 我明天正好有个会去开 你去帮我开一下这个会 出事就徐庆王扛 不管我的声音我没去 所以主官都很聪明 那天的情况是 你40分钟通过80个溢架 请问有办法实职讨论吗 你根本没办法实职讨论 而且你从那个会议记录来看 那不像我们理解 一般公务机关的溢架会议 溢架会议它一定会有 业者跟官方 业者出个价 官方说这个不行 一定会有一个 一来一往 可是那天我们完全看不到 所以你说是这个溢架 是不是走个过场而已 我认为它是的 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 是柯市府 這邊为什么没有溢架过程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所以大家现在也急 柯文哲现在喊得正天尬 想说就是前市府有问题 但重点是2200块钱 现在发现 你的当时议约过程 是没有公文的 那难道就心里如意 让他过了吗 好我们请教到市中议员 因为今天再问柯文哲 柯文哲说 任内为什么不解母约呢 没有犯罪事实怎么停 他真的没有办法停吗 柯文哲他现在面对 已经发生的问题 他找一些五四三的来堂塞 这个台志光案 郝龙斌是始作用者 因为他让台志光拿来一个 垄断的上方保健 台北市25年的光纤传输 必须别的传输业者 包括中华电信台湾 等大厂都完全进不来 台志光就独占凹头 所以他只要处理 资讯局这些相关官员 因为这个预算 是资讯局在主导 但是是编在警察局 放房科的向下 但是警察局 他是做治安跟防防的 他们不知道预算不用 但是整个处理是资讯局 所以他只要把资讯局 这整个报价都处理好 他就继于母约 所以其他的外面的 所有的资讯厂商 都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他就独断独行 所以他没出的价格 就是他们的依据 大家内神通外鬼 柯文哲這一只眼BG 那就通过 所以照案通过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没有 空白授权这个东西 就等于是大家这一只眼BG 因為他每一年要开一次 资讯会议的 我刚刚讲过 由这个主管的副民主长 及副局长来主持 然后召集所有台志光人来主持 所以他要把空白留着印章盖好 因为每一年费力谈判以后 才把它每一年填下来 他在25年都有效 其他的厂商都没有办法去比较 为什么 因为他们再低的价格都进不来 因为他优先 他优先 这个是其一 其二最主要 他们如果没有把这个MESU提高 那这个所有价格提高 那他们就没有操重了空间 因为唯有先把资讯局 这些部门搞定以后 他把预算盖编 收到台北市议会 然后他会经过议会审核 那十几年来 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极其不合理的 而且让特定厂商垄断 那我认为 我跟王世坚都认为 那我们要让他公开透明化 但是我们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要谈到这个预算 我们就谈到预算 就被比较大部分的 全部都战割不能讨论 都一直要搞到政党协商 甚至搞到吵架 打架 然后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单人双手 鼓叫插人滚 我们没人法度 可是你看你们两个 那个时候 这么样的叛逆 没有被找麻烦吗 我是觉得 这是非常不公理又不正理 找麻烦又怎么样 所以柯文哲 他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 因为他必须要去 好好善待这个面对 我在他在八年代 我至少他咨询八九次 不同的问题 包括我命向 我希望他送真方处 希望他当成第六弊案 希望他专案报告 结果他要求助 向外的消息和向外的公文 都说查无止案 台志光是一个好公司 所以他放任 那因为市长的放任 才会有局势首长的配合 局势首长配合 把这个价格拉高 让台志光气焰增加以后 他就才能够 利用很多人游说议会 然后造成今天的结果 这一次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每一次都到政党协商 这一次在我们的 警政卫生委员会里面 有11个成员 其中召集人 副召集人都是国民党籍 包括他们有三分之二的 议员都是国民党籍 只有我跟王世坚 還有一位民众党 以及新民党的 不是新民党的 結果我就一直积极要求 说一定要做出一个 但书做出一个说明 不能让台志光这种二职公司 允取允求 你被告了吗 不是 因为我跟他们说 我跟他们说 现在都有录音录音 有组织稿 你们今天做的事情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包括游书会委员也在场 所以我们讲了以后 我们就希望做了一个诞书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诞书 就是说 因为蒋万安 他在8月23号召开会议 所以制定了这个 三妹的这个会率叫做 1761元 所以我说至少 你们这一次的这个会议 要按照这个 10月27号1761元 这样子的 要拉回来 对 这样子才能够执行 使得动智 那这样子 我们就替市府省到8000字1亿 但是没有用 但是因为我们通过以后 在整个国民党团里面 他们又提出了一个诞书 他们又提出什么 要照106年 刚刚讲的被蒋万解除掉了 那个什么2220的去执行 因为他们要维护 所谓传书的品质 不是 可是现在有很多 国民党议员是说要解母约 那怎么又回到2017年 那这张 他们的第二代诞书 成立了以后 就变成说要将8000万之一 送给台智光 所以就变 我们在 孤掌南面下 就变两岸并程的诞书 就送到大会 送到大会 我们就让警察局 以及资讯局 还有法治局 以及现在的这个 副秘书长张文德 他们去解决 解决了以后 他们竟然 在2月26号 今年2月26号 他们妥协台智光 将2千2变成2千1 还是把八九千万 送给台智光 这个是在陈重宏爱建 没有爆发之前的过程 所以我认为 现在蒋万安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复复 复2月26号 让这个不公不义的上议员的 不法资金不能给台国 第二个 蒋万安要把 不是解决止约 是解决母约 因为母约18条 就规定 你可以什么 无偿接管 但市中议员 请教一下 你说你有被高家告是不是 你为什么会被高家告 我不只被高家告 我在104年 我在开记者会 攻击 这个台智光背后 还有复伐 就是高于仁家族的 他们我开一次记者会 他们就送给我一个纯正信 叫我点点不能说话 我就觉得这个 朱立伦你也要讲清楚说明 现在事实俱在 那现在总之我认为 柯文哲要说清楚 第二点蒋万安除了这个以外 他还要去清查 他的局处里面 跟台智光有相关人等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 包括我们议会同事 包括所有这个 他们在跟台智光 所有谈判合约里面 都会有逐字稿 会有废据 把这个废据 全部都拿出来 就摊在阳光下 那是神是鬼 大家都很清楚 好 我们先请教一下任俊哥 对 所以刚刚 委员你找一下 所以议员现在指出来了 这件事情 为什么现在国民党有一些人 其实他是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概念 就是刚刚比如说 煌哥也讲 大家各取所需的讲法 如果按照议员 在今年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提出来讲说 你必须要回到当时的资费 叫1761块 可是随后国民党 后来做了这件事情 又回来了 不行 我要到2200 对 现在有一些国民党议员 出来骂柯文哲说 你为什么订2200 对 那请问一下 很奇怪 你今天是说到头 或是你半夜吃虎鱼 或是你怎样 你要说一下 为什么在那个 你现在觉得不合理 那请问在当时 为什么刚刚按照 市中议员的公法 又把他拉回去 你们当时是坚持要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 你应该用市中议员的 这个提案 是1761块 你就解决掉了 是啊 对 他不要 表面的手法吗 所以今天有一些国民党的 他就讲说 这个案子里面 这个蒋万澳 还努力的帮大家砍价 他的砍价 是从2200到2100 請问一下 对照1761 他再跪多少 780万 所以你这些钱 你看他现在完全都不讲 所以我完全贊成 刚刚晃哥所讲 大家都在做一个 政治上面的操作 希望我好像去骂别人 骂完这件事情 其实解决了吗 没有啊 你解掉了这一个月 好像讲了震天假想 后面还有46个 只约 你也不管 而且我再问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为什么对于警政 他们来讲是很生气的 因为你租给我警察 比较贵 对 蔣市府知道这件事 你为什么放任双标 你后面所签的那几个约 刚刚讲说有七个约 是在你任内签的 这七个约里面 请问你传输费都一样吗 还是各个不同单位 你也给他不同的标准 所以现在大家说 不只蔣市府双标 连营议员也做两面手法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那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解一个子约 感觉起来 解了一个子约 刚刚不是讲了吗 后续还会再生出子约 重要是母约 那昨天我们问到很多 国民党的议员 大家现在都开始讲说 国民党的母约要减掉 但刚刚市中议员跟我们讲的 不是这么回事 原来你们那时候都过关了 过关那个预算 本来是要砍的 你又后面又加回去到2017年 2200块钱 怎么会这样子呢 是两面手法吗 好我们请教他禁言 徐晓星说了 整个警局跟台志光的约 应该全部解掉 不止吧 现在要解是母约吧 那你看大家都有问题 柯文哲也说 没有犯罪事实怎么停 好啦怎么停 现在国民党的议员 大家应该要找 每个人在找出母约 有没有什么样的bug 可以来突破他 可以跟母约解约 现在是国民党议员的麻烦吧 先讲这个 柯文哲呛蒋万 他说什么 蒋万万是坏还笨 那这个回敬柯文哲 柯文哲是这个 烂还蠢 这件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第一个 现在大家在讲母约这件事情 母约当初他签的 确实是BOT的内容嘛 25年 但是他是优先成出 并被一定要租用 这个刚才晃哥也有讲 那现在台北市政府有说明 他讲说现在大家在讲监视器 就是警察局 这个纸约的这个情况的话 黄珊珊出来讲说什么 你106年的解调就没有问题 更不用讲说 他自己还反反复复 重点是什么 台北市政府现在的说法 就讲说 如果依照这个合约规范的日期 他在106年签的这个 专案合约警察局的这个纸约 他的规范是从106年到125年 所以说从106年开始到125年 这之间 所有的费率他要怎么定 都是依据这个106年 所签订的合约来进行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嘛 就是你柯文哲那边讲说 那有问题 你讲话你把合约解掉就好 那讲话昨天说 把这个纸约解掉 結果黄珊珊说什么 那你这样子会有什么 这个资安空窗等等这些的 然后呢 那你们现在在讲说 那这个母约解掉 就不怕有资安空窗 而且重点是你柯文哲 如果那么有意见的话 你为什么任内8年 不去把它解掉 更核心的一点 刚才大家有提到 黄珊珊在当台北市副市长任内的时候 他就是负责督导资讯局的 而且更没有讲说 他本来自己在当市议员 第一 你没有去咨询这件事情 没有像我们市长议员这么认真 第二 你当了副市长 你现在有掌握权点 你看跟柯文哲说 我给假的这个一定很有问题 我们赶快把它解掉 你都没有去做嘛 然后现在反而 讲话昨天把纸约解掉 你现在开始在那边讲说 那这样子会有资安空窗 所以说 你跟柯文哲的口径 你要不要先去对一对 那我再问一次 就是说106年 黄珊珊说 你解掉之后 就是说106年 当年合约旅行完毕 就没有再继续的问题 但是呢 台北市政府现在的说法 就是说 他的旅行期间 就是从106年到125年 现在的议价内容 都是因为这样子去订的 那你黄珊珊跟柯文哲 你明明就知道 你为什么还用这样的方式 去云木混书 这个是第一个嘛 那第二个是什么 他们目前没有办法 有人正面去回答 这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要特别去签一个 专案的合约 专案的合约 如果你不签的话 他就依照这个公版的价格 然后去订定 好 近年我让你讲完了 讲市府对柯文哲的回应 你也来讲一下 国民党议员这边 怎么会又把这个预算 又拉回去2017年 不是说要砍了吗 不是大家有姿同吗 不是大家现在都说 这个约是有问题的吗 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于这个新科的议员 应该比较单纯 因为他们刚上任 看起来这个 比较不会有过去的包袱 在以前的那些呢 八年的那些呢 所以说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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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相信这个新科的 包含说我的好朋友张维仁在内 你看他都说会议还要去排 你早在那边帮他洗牌好不好 结果这个要去开还没得开 你看他就觉得很冤枉 但没办法 他是国民党的议员 那你说是昨天来的司刚哥 还是指的是谁呢 但我想这个司刚哥讲的义正词言 所以我相信也没有问题 所以谁有问题 到底是谁不想要去开这个会 我觉得今天 书记长吗 还是谁呢 比较资深的 是黄玉锦如不想开这个会 对 未经判决之前 这个我先做这个无罪推定 但是这个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应该要去把它抓出来 所以现在看起来 蔣市府要去把这个止约解掉 那现在看起来 如果母约大家有疑虑的话 要不要去做讨论 反正接下来4月8号议会要开议 大家一定会去做讨论 可是现在的问题 现在它停留在政治工方 大家一直在那边讲说 那你这个废率等等这些 所以现在讲说什么 柯文哲是什么 这个科学物实理性成三倍 你帮我想一下 那为什么国民党议员 又要把这个预算 再拉回去2017 这是什么样的心态 我可能问题就真的出在2017 要不然他们要讲说 这个是好龙斌的时候有问题 当然是不可能 所以说这个 现在柯文哲这个问题 现在看起来 你说第一个就是 到底为什么你签了这样子的 专案合约 然后现在大家在讲说 有废率的这些问题 那你说好这个后话 现在看起来 目前是陈崇文被这个检掉 这个已经积压境界了 好那如果 接下来还有查到其他的议员 我们先不管他是什么颜色的好了 他为什么要去关切这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因为说 你当初定的这样子的废率 然后才导致说 那我现在想要废率想要更好 或者是说 台北市政府你看警察局自己提出 我想要把这个整体的费用降低 然后反而是议员 一般我们只听到议员去关切说 预算要被砍 我们很少听到议员去关切说 你这个预算不能砍 还给我夾回去 这个是很奇怪的 所以说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 你柯文哲现在一直在欧量制度 明明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子 他一直讲说对他有利的地方 那你还是没有办法回答说 你当初的议价会议 你的这个费用的内容 到底是怎么定出来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想要做政治公报 我们当然来跟他做政治公报 所以不是我们一直要去讲这个 106年2017年这个合约 是柯文哲如果你要在那边 这个乱讲话的话 那我们就奉陪 好所以你看整个台资光看起来 母约就是很奇怪 那大家是不是视而不见呢 我们请教他清皇 王世坚委员呢 他之前议员嘛 他就说台资光很差劲 在这个案子呢 光纤道府他有一半在做中间人 什么意思呢 他说台资光很多光纤 根本没有建制完成或建制失败 结果他就把这部分 发包给中华电信 搞了老半天发包给中华电信 那早知道我就给中华电信做就好了 还可以这样子转包 对啊 君讲非常好 如果你是由中华电信在做 替台北市做光纤网路的服务的话 那你至始至终你就发包给中华电信 帮台北市政府去做网路服务就好了 那你为什么要特别找台资光 各位不要忘记 台资光来帮台北市政府做是25年的BOT 他是要帮台北市政府 建制完这光纤网路 而且台北市政府 不是像大家想像中的 都没有任何的成本存在 台北市政府的成本 除了是这些政府部门的使用费 要付给他之外 像现场市中议员就知道 那些下水道的染线的使用是无偿的 在那个情况之下 请问台北市有没有成本要给他 是有的嘛 其他厂商可以这样无偿直接使用 台北市的下水道吗 不行嘛 所以等于台资光当初跟你签的是BOT的合约 而BOT的合约最大的精神是 你要替台北市政府建制光纤网路 结果好了 各位看看这份公文 这个公文大家看了应该会昏倒 为什么 因为台资光理论上光纤应该是他建制的 那下水道等等环境 你把光纤建制完了之后 你提供服务给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再付你钱 这是正常状况 但大家看这份公文 这份公文写什么 来 两个讯息 第一个这个是陈廷飞委员的办公室 发函给中华电信的 然后中华电信再回函给陈廷飞委员的办公室 为什么呢 因为陈廷飞委员的办公室 在问中华电信说 请你告诉我们这个台资光跟你们公司 从108年到112年的时候 到底费用他花了多少钱 你有多少往来 所以108年到112年 请问这是多几年的时间 108 109 111 12 所以你看四年的时间 五年的时间 四年的时间 五年的时间 然后这里面你看中华电信怎么回答的 中华电信回答陈廷飞委员的办公室 你看他两个重要的资讯在这里 第一个他说这个资讯是我们的营业秘密 不能够对外揭露 所以他透露出来第二个讯息是什么 就表示你们真的有营业行为是不是存在 四个是属于营业秘密的行为 所以我们不能够揭露 所以第二件事等于中华电信承认 台资光跟中华电信之间 有这个服务的关系的存在 所以台资光真的有付费给你中华电信 让你中华电信提供他服务 那这样你就要问一件事了 如果光纤网路的服务 也是中华电信来提供的话 那现在为什么需要特别再绕这一手 那这样等于对台北市的 台北市的这些政府机关来讲 你知道是什么状况吗 台北市政府机关 比如说我直接找晃哥提供电信服务 我就付一笔钱 对不对 但是我找了举金当中间人 然后找上了晃哥 然后晃哥再透过举金提供我网路服务的话 你要抽 你要抽 所以我要中间的二房东的概念 Commission都是这样的概念 二房东也是这样的概念 那我问你多了一笔二房东费用 请问台北市的钱会比较贵还是比较便宜 一定比较贵 所以你看从2011年到目前是多久 今年是2024年 长达13年的时间 这份合约本来签的是25年的时间 一半的时间过去 就一半的时间过去 现在告诉你说他要出中华电信的 光纤网路才能够提供台北市这种服务 如果这比较荒谬 什么叫荒谬 所以这个问题就要问什么 最原始当初好市府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评估要找台智光母公公 是不是台通光的公司 要来提供台北市的光纤网路建制服务 而且这一绑下去的结果出现两个 我们现在看到目前为止 可以用乱象来形容 第一个是出现像陈崇文这样的贪污案 第二个是出什么状况 是台北市的网路服务費用 就是比人家贵 而且还越来越贵 看起来跟大家落差是越来越大的 而这个情况之下越来越大 越大的情况之下 如果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议会 有自我的纠正机制的话 他怎么样也会觉得说 我跟民间的落差越来越大 我要检讨 可是不是 你们去看一看 这个是台北市光纤网路委外建制 跟营运案的110年度的 电路服务费率審查委员会 台北市政府有这个机制存在 就是有我们所谓的费率審查委员的机制存在 可是我们要问一件事 上面出席的人 有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 上面出席的人 有台北市资讯局这个专门委员 上面出席的人 有各局处的人派员出席 结果呢 请问这些人在会议中 如果你要订定出一个客观的费率的话 你要不要做市场调查 你再怎么样民间要谈费率这件事情 你都要做市场调查 做完试调我才有个依据 中华电信提供3M的服务多少钱 台歌大提供3M的服务多少钱 远传提供3M的服务多少钱 地方的互网宽比业者提供3M的服务多少钱 比完了之后我们再告诉业者说 人家平均价格大概才这样价格 大概只有不到2000块 为什么你会报价报出来是2200的价格 你才有依据去跟人家谈 我们只问一件事 请问台北市政府到底你们在费率文会 有没有试调的基础去跟厂商谈 如果议会议员去追踪下去 发现说这个费率审查委员会 历年开过的 如果都没有试调的基础 市场调查的基础的话 那你这个费率审查委员会 就是打假球嘛 你就没有真的去审查这个费率嘛 因为你没有一个依据 你要怎么跟人家 country 报纸去谈价格 人家开你2200 你就只能接受2200 你要怎么溢价 你能跟人家说 不要这样啦 看我的民主 台节100块 80块 你市政府可以这样去谈价格吗 当然不行嘛 所以有没有市场调查依据 我从现在就质疑说 台北市政府在过去这八年的时间 你们没有市场调查的依据 然后去跟人家谈价格 所以才会导致 莫名其妙一个电信费率 一个月三美2200 然后卡了好几年卡到现在 从前朝的柯文哲市长 卡到现在的蒋万安市长 同一件事情 但你就要问了 你们自己有没有市调过 据我所知 连阿苗都有在外面做过市调 然后在议会里面咨询 台北市政府自己是什么 不要讲说公亲市主的关系 你就是市主 市主自己有没有做市调 显然我高度怀疑 台北市在里面没有市调 但如果没有市调的话 我只问一件事 台北市议会跟台北市政府 未来还要让台北市民的权益 像这样子丧失多久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 所以请教市众议员 到底有没有市调 刚刚说的不是要比价吗 北市府连比价都不比价 那为什么这个好市府 要把台资光这样养得肥肥的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 这个是一个预设好的光纤道府 所以没有市调 这是土力特定厂商 特别设计的 刚刚讲到那个公文 看了会跌倒 我还有一个公文 看了你会昏倒 刚刚他讲的是 因为我请陈廷辉委委员调的 所以他说这是营业秘密 不能够揭露 现在这张我请王世坚 当了委员也请他调 他连王世坚都不聊 也是营业秘密 不能揭露 所以这就是显露书来说 显露书来说 这其中有多大的暴力 那中华电信也好 台湾大哥也好 远传 这些电信厂商都规模都很红 好像大饭店 台北市政府偏偏 要把一个甘露店 签25年的合用 才让这间甘露店 去大饭店 就房间 再来出租 25年 家小 随着他说 结果我们不能去查 他把这间大饭店 做多少 做金 那这个其中里面 没有鬼才奇怪 还是说 这甘露店的老闆 比較不一样 他跟你讲说 他未来会变成大饭店 所以这个始作俑者 我就讲 那就是郝隆斌开的厂 为什么 因为他在101年 1月份 跟台志光 签了这个母约之前 他在100年的9月份 就先搞了一个内签 什么叫内签 他先要美化 他要做光签道符 包给台志光 这个案子要做一个铺陈 所以他就讲 他请了专家学者 他请了专家学者来评估 说如果给这个台志光 然后可以光签道家户 4年内可以36万户 这样子的话 我们家户 每一年可以尊结大概4亿 但是如果给他以后 我们把所有的光签 台北市政府 包括警察局 教育局联邻的光签 通通给台志光去经营 那也不过4亿 所以台志光是做善事 是在做功德 他是大善人 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 要给他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优惠 第一个优惠 就是刚刚讲到 免他的管沟費 台北市的管沟网路 有500万公尺 一公尺1.2 所以一年就省他6千万 到现在为止 已经省他超过5 6亿 再来 然后免他管沟施工的过程 因为他管沟施工 有一定的规则 有一定的过程 但是什么都要以台志光为优先 除了你都要签开 都要统担 第三点 保重他的事情 就是签了警察局监视器以外 其他所有台北市局处 所以刚刚讲才会有这么多指约 倒山包开 95%吃完 出了5%吃完 最重要一点 台北市政府放弃监督权 取消他的特别股 就是说 你是我的兄弟 我替你来 让你包山包 帮你帮你帮 所以 用这个内签为基础 然后才在一月份签这个母约 你看 隆斌 隆斌 这个就是好隆斌 图立台志光 其实也是重要证据之一 有了这个内签以后 才会衍生到101年的一月的母约 那母约以后 为什么 我孝隆斌的陈基要搞 大历斌要走 我就帮给你柯文哲 有什么 因为好隆斌 都把百口洗了 春的柯文哲你给他应付 应付后 台志光就拿了一个招牌 他拿了一个上方保健 有什么 你们这个练习的就不能来 因为我是独家的 我现在只要跟你合作 要跟你合作 大历我贪 李璐金棧 这个时候柯文哲 在第一任当市长 第一年的时候 他还说这是个大案子 那后来为什么没讲 所以柯文哲 他做事 例如说 我跟他说八百九百 这次人提出很多问题 他都说要做 他不是最讨厌财团 他到底跟台志光认不认识 柯文哲这八年来 我们 现在我想在场各位都知道 他最讨厌财团 其实是说一套做一套 我讨厌财团 现在演变到现在结果 柯文哲他真的失职 为什么 他不敢面对现实去处理 这个东西 因为母约里面 清清白白 十七条十八条写到 如果你的这个户数不够 户数不足 而且台北市可以启动 无偿接管 那现在又产生这么大的废选 不是废选 现在 湯汝 湯汝的弊案 那当然 一不容使 蔣万家就启动 整个不是解约 是 是无偿接管 那为什么可以无偿接管 不会有什么断线 所以柯文哲在黑白共 什么有两年空窗期 那我请问 现在所有六都 他们 今年搞不好是用电话电信 明年搞不好是用 这个 台湾大哥大 都是什么 都是 都是在传输 怎么会有断信的问题 志忠雄我想问一下 因为民进党不是有开记者会三问 只是问说 柯文哲跟这个台字无关的关系吗 或者是跟这个陈丰元的关系 大家都认识吗 有吃饭是怎么样 陈丰元 我在101年02年 他透过很多很多关系来找我 有各阶高层 要求很多种事项 包括价码都有 那时候才2亿多 我就觉得为什么不公平 因为我觉得台中 2千 2万6千多 这件事情才不到6千万 怎么台北市要2亿5千多万 极度不公平 而且你又爆山爆海 态度那么傲慢 我从来都拒绝 那我们再请教一下晃哥 因为刚刚市中议员有说 怎么那么好 还有个内签 意思就是好像内定的感觉 甚至现在爆出 北市府还帮助台志光跟银行做融资 怎么那么好 什么铺设费都不用出了 案子都你在包 成本都不用花 还帮你做融资 我觉得现在我们进入到母合约的不合理之处 先提醒大家 这个合约叫做BOT案 BOT案第一个B叫做建造 也就是说乙方就是台志光 他在飙到这个合约之后 他必须依照合约的规定 这个案子的建设 大概硬条部分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铺设光纤网路 好 我觉得台北市政府讲完 你如果真的有心 不是来打假球的话 请你明天告诉我们 台志光铺了多少米长的光纤网路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 因为刚刚拿出来中华电信 证明他跟他有业务网 我合理的怀疑台志光很多光纤 是跟中华电信租的 他根本没有拉到市政府的单位 可是我可以跟北市府 要那个预算要那个钱 所以这是第一个 如果是你建造就是BOT 这个B的部分没有达标的话 其实就可以解约 再来这个合约 根本就是 我觉得根本就是辛丑条约 来 你看 因为BOT案 因为他要使用市政府的设备 对不对 所以要缴权力金 可是 大家请看这一栏 当他的营业额 年营业额小于15亿的时候 他的权力金是免缴的 百分之零 也就是说 台北市政府郝龙斌市长 你对台志光真的超级体贴又温柔 怕你公司没赚钱 或是赚的不够多 还要缴权力金给我 怕你公司撑不下去 所以年营业额15亿以下 免缴权力金 这是第一个好处 来第二个好处再看 他说呢这个 附挂在雨水污水下水道 因依相关法令规定设施管理机关 订定使用之行政契约 光纤网路的部分 光纤纜纜部分 免使用费 免使用费 好 来我跟大家讲 台北市政府的纜纜的使用费是多少钱 他分的蛮细的 他譬如说 附挂在雨水下水道 側沟的话 一米是1.2元 香含的话 一米也是1.2元 但是如果附挂在污水下水道 一米是2块钱 桥梁或隧道 依市区道路使用费用收费 所以台志光这几年省了多少钱 我觉得这是可以精算的 好另外一个最离谱的是 在这个合约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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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8 来把它放大之后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这个我在政府的合约里面 我还真没看过 协助恰请金融机构提供中长期融资 乙方 就是台志光 为了履行本契约 自向金融机构申请借贷中长期建设 營运资金之必要时 甲方得提供必要协助 也就是说甲方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一年保证 台志光可以赚4亿 然后1000 1025年就是100亿的收入 而且甲方超级体贴 除了你营业额 年营业额小于15亿 我免收你全力金之外 你附挂在我的公共设施 通通免費使用 萬一这样又不够 你又不够钱 那时候你去找 沒關係我给你做保隆 有这种事情 有这种事情 台志光当然不是笨蛋 他知道台北市政府自己有银行 他有一个北副营 對不對 他讲的虽然很含蓄 甲方得提供必要之协助 今天台志光真的要融资的时候 去找北副营借钱 台北市长或市政府任何高官出个面 打个电话给北副营的经营阶层 那个总经理 那个台志光的案子协助处理一下 那你觉得这个合约难道不能解约吗 这么不合理的合约 郝龙斌不要再躲了 出来面对 出来打球了 好 所以让大家说 接下来这件事情也是有点怪怪 你是不是跟哪一家公司蛮好的呢 这个是基隆市府 因为现在谢国良 不是面临到被罢免的危机吗 好啦 那不是说有电动车新方案吗 结果重点来了 请教小玉姐 是 电动车新方案 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 我要打电话给电动车 奇怪 对方接通的 怎么会是一个公关公司 不只是这个公关公司 后来爆发说 原来得票的还不是这个公关公司 哎呦 这个是什么样的千丝万缕 怎么不是得票这间公司 来打电话来接电话 这个我不会又短短之内 又在今天增加罢免的人数 不满这个电动车法案也加进来了 好啦 我先讲这个案子 这个是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说谢国良 不是推了一个新的电动车方案 本来是什么青年的 现在也放宽到45岁了 本来要太久换新的 你都不用了 对不对 这个电动车报案被议员踢爆 原来他是包给 这个电动车专案 是包给一家叫做永景公司 可是这个永景公司被赫然发现 因为这个电动车专案 你要有分类 你要招标你都知道有分类 对不对 你不是随便乱招标 赫然发现 他这个电动车专案的 不要按分类 是把它分在所谓的一个什么 劳务类 劳务类的话就处理什么污水 垃圾处理 另外一个是处理公共卫生 跟环保 好 你就是代表说 你的公司有做这些营业项目的 你就去标这个案子 结果没想到得票这个永景公司 根本他的公司项目 他是一个永景管理顾问公司 管理顾问公司 他根本也没有在做垃圾处理 也没有在做什么九四污水 也没有在做垃圾处理 你根本就不符合这些项目 那你去标案 结果还标到了 这个才妙吧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看起来因为这个永景公司 也被议员踢爆说 他是去年7月才成立的 而且资本额才100万 所以他现在去负责这个电动车专案 可能就吃不下来也附和不了 所以他最近不是谢果良 他就是又改了一些什么 把年龄放宽有的没有的 年资费 你需要有一些客服 有些人好像听起来很具吸引力 所以他打电话去 月资费又变零了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打电话去 所以他做不了 所以他就外包 就外包赫然发现是微肯公司 所以这些民众打电话去 想要询问 譬如说我今年45岁 我想要问一下月资费 月资费的方案是不是零什么的 就打电话去微肯公司接了 大家就会一头雾水 我明明是询问电动车方案 怎么会打到公关公司这边去 所以大家就开始去追 不管是这个 因为永景公司的负责人 余昌勋 我去查过 他之前也是微肯出来的 就是微肯出来 所以从头到尾就是微肯一条龙 他说老板鼓励他创业 对 他今天自己有出来 他说他就是老板鼓励 他去创业之后 Case接得满不过来 老板的公司来帮他接电话 这种老板我也想要 所以微肯公司都被打爆了 反正以后你出来创业 你做不完的老板都会负责 老板都会负责 好 总而言之 就是从承包厂上的背景非常奇怪 你根本就不符合这些招标的资格 那为什么在案子包给他做 另外第二个 就是说你坐不过来 结果你的公关公司来帮你做 看起来这些人都跟电动车 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是不是本来就是应该 要给这个专业公司来做 结果后来我就赫然发现 我才发现说原来微肯公司 长期不只是国民党 国民党他长期 其实在公关公司服务的人都知道 其实微肯公司是比较偏蓝 他专门在做蓝军生意 包括做国民党生意 甚至他在谢国良2022的时候 的竞选也是给微肯公司赚 而且微肯公司 从谢国良那个竞选方案 也赚了千万 我觉得我现在合理 我现在合理的怀疑是说 因为谢国良在微风 也就是说Net这个案子之后 他认为他有危机 所以他去找了一家公司 做危机处理 这家公司就是微肯公司 通包 微肯公司去帮他做了 这个东岸商圈的危机处理 所以这个危机处理 他看起来处理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电动车方案 是不是属于危机处理方案的一环 所以你把它通通包给他做 但我也觉得这个微肯 这个服务范围也太大了吧 你的这个危机处理 处理到电动车方案 我认为就是说 从他得标的过程 一直到 为什么这个服务的专案 通通都要给微肯做 我觉得这个谢国良必须要讲清楚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连线给这个 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浩瀚在我们线上吗 浩瀚你知道这个 有有有 你知道那个电动车 现在就被爆出 是不是国民党的御用公关 来接这个案子 是 因为怎么会总击变成他们呢 好 现在基隆市府说 请承包公司尽快说明 这个是承包公司该说明的 还是市府应该要趕快说明呢 怎么会标给一个 完全都没有相关经验的 这个公司呢 是 其实这件事情 从我上周开始发现这疑点 那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 就将这个部分直播给 我们的市民朋友来了解 所以礼拜一我特别致电到环保局 然后环保局在过了一整天的之后 完全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回应 就现在呢 就把责任推给 所谓的承包的公司 我想今天 今天他们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标案是一个合法的标案 但我们不去询问说 这标案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 重点是说为何明明就是市府给予的一个合法的标案内容里面 居然不是由承包的一个厂商来进行所谓的一个专案的一个服务 反而又是有另外一间的厂商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合理怀疑说 这一件这个可能性会涉及到一个所谓的违法在转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市府今天我觉得很不 让我觉得很荒谬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该说明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或是他们该查明的事实 就把他提给这样的一个承包厂商 那我觉得承包厂商其实说实在的也受了不蒙之冤 那今天我觉得早上的时候我也看到承包厂商 这个于信的一个负责人所说的一个说明 我觉得也是更加的荒谬 你今天没有这一个能力 那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能量 你一直成立不到半年你就拿到基隆市政府750万的标案 就你居然会说是前公司 来给予你的一个行政上的协助 那我想谢国王市长他在过去的时候 东岸都已经行政协助了 那这个案子也变成行政协助 那会不会太奇怪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再质疑这个案子 那另外一个是说为什么威肯公司他不愿意自己来标就好了 如果今天有这么有那么大能量 他是一个非常有品牌的一个公司 在实际上的实务上面也有非常多的一个时机 那如果今天他有能力 那他应该自己来做这个案子 怎么因为要好像 我说公司同的不错 因为现在看起来 谢国良非常认真在做危机处理 所以可能是包给这个公关公司 但重点来了 因为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危机 就是在这个国门广场的摩天轮 因为现在编了2300万的预算 想要来做这个摩天轮 但因为我看到这个预算的公文 只有三页 只有三页就要拿下这个2300万的预算 那现在这个议员呢 你们大家是怎么看呢 因为好像说2300万是过关了嘛 是 其实这2300万就是谢国良市长 在去年的时候 希望在国门广场来做一个港警乐园 其实他这一个跟他现在强调的 摩天轮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因为这2300万是他在今年 希望在国门广场打造一个港警乐园 就是说会把放一些旋转木马 摩天轮那些表演 然后来推动基隆的观光发展 然而在今年的追加检 就是在接下来5月到6月的 一个预算追加检当中 据说市府会编列一笔非常大笔的 摩天轮的相关建制费用 所以这一件事情 就2300万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 啊接下来唐大的 那个所谓的摩天轮建制费 其实来做一个前置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在基隆有 也有其他的民间团体 开始认为说我们广场 其实是过去好不容易创造出来 市民可以休闲活动的空间 然而谢国良市长 他还是决定一意孤行 他去大陆看了什么 他去日本看了什么 他就觉得想要把这东西搬过来 其实他想要搬的 不是大陆跟日本的东西 而是把韩国瑜的爱琴摩天轮搬来基隆 所以基隆市的一些年轻人 或者很多的市民都认为说 这个东西 其实明明这个是基隆 这么好的一个空间 好不容易创造出来空间 就没想到他一上任了之后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也让地方的一些民间团体 也开始在做所谓的 像iVoting的相关的 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 然而市府对于这些的事情 他们还是决定说 好像视而不见一样 包含他们有民间自己 发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可是投到市府的一个 相关的平台里面的时候 市府其实完全不愿意受理跟受案 好谢谢浩安今天接受我们访问 所以现在大家有外界就質疑说 那是不是谢国良这边 感觉起来花了这么多的这个预算费用 但市政施政好像烟火一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所以大家说奇怪 现在谢国良是要做危机处理吗 什么都是转接给公安公司 那为什么不直接 跟电动车这边来联络呢 那转接给这个蓝营的公安公司 这样就可以帮谢国良 处理这个危机吗 请教他清皇 能不能帮谢国良处理危机 显然是看不出来 为什么看不出来呢 我总不问你一件事情 东岸商场的时候 有没有公安公司协助 也是有 谢国良在处理东岸商场危机的时候 有没有公安公司协助 请问谢国良在东岸商场危机 在处理的时候 火是越燒越大 还是渐渐平息 当然是越燒越大 所以你看整个东岸商场事件里面 对谢国良来讲 连国民党很多人在上节目的时候 都说谢国良的处理方式 是让火越燒越旺 然后他们都觉得说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 为什么谢国良要引火上升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谢国良是不是 凡事依靠公安公司 就一定会有效 显然不是嘛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跟谢国良往来很多 这家公安公司 确实是国民党御用公安公司 所以给大家看看 这表上所列出来的 请问这表上面看到的 这些民意代表 一个接一个 是不是都是 请这家公安公司做的案子 都是请威肯在做的案子 然后谢国良自己 也看起来跟这家公安公司的老板 交情也不错 然后在罢免谢国良群组里面 我们给大家看 有这么一则很有趣的 这个对话留下来的记录 因为其实他们 基隆市的民众也认为说 这个谢国良看起来 跟这公安公司也真的很好 所以有一个名词 上面叫做铁柱御用公安公司 铁柱御用公安公司 铁柱御用公安公司 因为他们现在称呼谢国良 都称呼谢国良 国良 国之栋梁 铁柱 所以他们现在叫铁柱御用公安公司 所以这个铁柱御用公安公司 看起来这家公安公司 威肯变成铁柱御用公安公司 这个看起来 罢免谢国良群组里面民众 至少是这样认定的 那这也代表相当一部分的基隆民众 是这么认定说 这个威肯这家公司 是铁柱御用公安公司 但是大家觉得不能理解的是 那请问为什么你电动车的计划 这整个电动车的服务专线 也要跟这家公安公司绑在一起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更不用讲 第二个是我们刚才看到 连永景这家公司 他接的是你的电动机车的 专案办公室 结果抓在接专案办公室 公司负责人 永景这家公司的公司负责人 当过你这家铁柱御用公安公司的 专案经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在看的时候 我问你 你如果是基隆想要霸梁的民众 你会看了之后 会觉得就不跟他计较了 还是看完之后觉得 心里的火也是越燒越旺 是嘛 也是越燒越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谢国良在整个事情 里面在处理的时候 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越来越采取 这种引火上升的过程 尤其是基隆市的 这些霸梁的民众 越挖越多 现在人家也发现说 你看看这个 谢国良我们在讲说 他之前包括像举办这个超跑的活动 都让人家觉得你这是烟火式的施政 你也没有考虑到当地的需求 那个超跑的在封街的时候 那边有很多的富佑诊所 你在富佑诊所上办超跑活动 我只问观众朋友 你觉得适合还是不适合 显然多数人都觉得不适合 那你看在这里面 谢国良 当初说要打造观光城市的时候 这个其实当时很多人批评说 你这就是在办烟火式的施政 然后为了要找所谓的观光代言人 这个预算要编多少钱呢 观众朋友 为了要找基隆市的观光代言人 他们当时编了1200万的预算 最后决定找艺人安新亚 当作基隆的观光代言人 天啊 你刚刚在看 我们刚刚前面在跟大家讲 永景这个案子的时候 那个基隆电动机车办公室案子 预算是750万 这边数字叫做1200万 你如果是基隆市民的话 这边350万办了一个海洋沙发 然后这边750万去办了一个 电动机车办公室 这边1200万要再去找一个观光代言人 找了安新亚 那我请问你 这些百万来百万去 千万来千万去的市民 对基隆市民来讲 这是基隆市必要的开销吗 显然基隆人不一定这样认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当这些事情 一个一个接一个出来的时候 人家基隆市民会认为说 那你这样所办的活动 都是基隆市民需要的吗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霸梁团体里面相关的事件 都变成天彩火的过程 所以天彩火就是什么意思 一样四个字叫越燒越旺 所以在谢国良霸梁的过程里面 越燒越旺显然是 从后来基隆商场之后 民众开始发现过去的事件 一件件挑出来的时候 而过去谢国良在2023年 所做的相关的施政 现在就变成一桩桩的霸梁的彩火 好 所以昨天这个裁梁行动的 发言人林盈盈 这个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他也坦言了 没错 他就是小草 他之前投给柯文哲 所以他对柯文哲非常失望 因为他这一次说 对谢国良的行动 他感觉起来是不那么支持 但要请教一下小牛 是 因为现在他就说了 应该是对事不对人 他也说他对柯文哲很心寒 价值观崩塌 结果好啦 因为昨天问到这个茵茵之后 他说他被小草围攻了 说他是假草 其实我一个月前 我就告诉大家说 这一场罢免战 民众党绝对不会参战 为什么 其实你去观察 民众党的官方的社群 从来没有针对这一场 所谓的谢国良的罢免案 发出任何的一些资讯 不要说是去护航 连去批判 就是甚至连护航都没有 就是非常的安静 在东岸商场这个案子上 民众党是完全没有发生的 但那个时候 我就其实有看到出一些猫腻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跟这一位 大家都知道 他叫做台坡董事长林伯锋 关系非常密切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现在的办公室 就在台坡大楼里面 整整两层楼 全平面的办公室 然后到现在 其实那个时候规划 是他竞选的办公室 到现在已经选完三个月了 他还是待在台坡办公室里面 所以你看这样子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说林伯锋的妹妹 就是谢国良的妈妈 所以其实这一层关系 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这更不要提说 当年 当年民众党 其实非常多人 想在基隆参战 包含像邱成远 他想选基隆市长 包含像这个谢立功 他想选基隆的立委 但当时候都被戳掉了 所以你会导致说 现在谢立功 其实跟党中央 跟现在的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 有點渐行渐远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的关系 为什么被戳掉 这边有写到说 柯文哲跟谢国良交情好 基隆藍白河 几率大 民众党党内人士透露 谢立功当初 没有经过柯的同意 你就对外宣称想要选基隆立委 但考量他与基隆市长 谢国良的交情 才能够在这边抢下一席 所以并没有点头 让谢立功参选 并希望让谢改选 所谓的新北市的区立委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进一步指出说 柯主席在台坡大楼的基地 其实就是谢国良的舅舅 台坡董事长林伯峰借给他的 他们私底下至少见过三次面 柯跟谢 早就已经很麻吉了 更不要提说 现在谢国良市府里面的副市长邱佩玲 他也是民众党党籍的 也是柯文哲当时跟所谓的 谢国良这边达成的一个共识 所以你说民众党在这一局 或是小草门 他有可能会去动员 看起来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觉得谢国良应该暂时 可以先睡个好觉 好 那因为英英昨天在我们节目上面 还一度讲到哽咽 因为他说 柯文哲讲的这句话 对他来讲他觉得很寒心 他以为柯主席 应该是对事不对人的 结果后面有网友 啪啪啪啪啪 你是不是误会了些什么 好 请教任俊哥 你看现在柯文哲的态度 会不会使得第一代的 小草科黑可能会产生 我觉得现在到底小草是哪一代 可能对柯文哲来讲 自己也不知道 你看光柯文哲这一段时间 做的一些的这个事情 看起来也很多小草好像也不喜欢他 你光看到就是说 他就跟这个蔡英文见面的时候 所以网路上一片骂声 什么小草都崩溃 结果看起来骂最大声的是黄国昌 因为黄国昌一直在骂说 怎么可以去呢 还不可以去 当然他不是骂柯文哲 他是骂这个所谓的这个蔡英文 所以我认为现在对于这个 柯文哲来讲 事实上他必须要认清一件事情 你在当时因为你要选总统 所以有很多人在那个阶段里面 他可能不喜欢国民党 不喜欢民进党 选择把票投给你了 但问题是 这些人是因为完全认同你 你什么东西 你给他什么他都吃吗 还是他其实有自己的主张 跟自己的想法 民众党的路线的问题 事实上是开始逐渐的成为一个 民进党民众党必须要去面对的状态 你还能够容许就是说 如果一个政党里面 或者因为你现在毕竟不是个人 我们不是要选师傅 如果要选师傅 当然可以一言堂 你喜欢这个师傅 你不喜欢就去找别的师傅 但政党不是这样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刚刚 像这个的议题里面 我难道不能够跟你意见不同调吗 我跟你意见不同调 或我跟你想法不同的时候 马上有人出征 还是你要用过去某些人的做法 出征你的不是真的我的小草 我的小草才不会这样干 那个搞不好是反串的 这个就会回到的 就是说如果每一个 他只是在不同 而且你看 这件事情他还不是批评柯文哲 他只是在谢国良的这个市政上面 他表达了他对于这件事情的主张 还要被小草出征 请问该小草什么事 他又不是批评柯文哲 那这样很可怕 也就是除了柯文哲之外 其他的东西只要都不同调 都要被出征 寸草不生 那会不会变成这样 你要寸草不生也OK 但问题是你周边剩下几根草 你自己能留下几根草 我觉得这是民众党 真的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老实讲就是说 我知道我周边有一些朋友 他们真的以自己 能够成为小草为荣 甚至觉得很骄傲 说你看我们就是跟你们老狼 我其实也被这样讲过 跟你们老人都不一样 你们就只会看藍绿 我说不是我们是来看政治的对跟错 没有 谁跟你看政治的对跟错 我们是看的是阿伯 我们也被这样讲过 可是你就会看得到 就是说 当他今天的这个事件 他其实不是去质疑柯文哲的价值 这怎样是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 就只因为柯文哲觉得说 一个没有正当性 立刻就一堆人起来出征 那也很可怕 一堆人就每天看着柯文哲讲什么 然后只要跟柯文哲不要 就要被漏售 然后就被出征 就要被这样攻击的话 那你真正能够留下多少 对你未来想要走的从政之路 有帮助了 我觉得这个民众党 自己真的必须想清楚 所以你看 黃国昌的态度也很奇怪 台智光的事情他不咆哮 但是昨天 却对柯建民来咆哮 难道黃国昌的咆哮 是民进党限定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马上会出现很多问题 那是口头咨询 不好意思 请你尊重人家发言好不好 我每次在讲话 你插什么话 立任党团25号朝野协商 民众党团总召 黄国昌不满发言 被插话 开始咆哮 你的讲话 我有在插话吗 我再来 再来 再来 好 院长 我有说错吗 根本不尊重人 黄国昌的高分 被连麦克风都爆音 转头走人前 不忘再骂几句 火爆场面 让蓝绿立委都傻眼 而当时人就在现场 坐在黄国昌旁边的 国民党副书记长林思敏 也表示下了很大一跳 柯建民更还原当时状况 尽管黄国昌强调自己只是音量高 不过民进党前立委郑运彭就发文嘲讽 有观察过很多人是想要先离席 再找个理由翻脸 烟很大 跑很快 网路上跟疯传五年前 柯建民谈黄国昌的这段影片 网友热议柯建民神预测黄国昌行进SOP 而黄国昌上演大吼离席 暴走剧本 也成为新的讨论话题 先说黄村伯后才有台北什么的 不是 插话之后就直接离开了吗 黄国昌刚刚的动作 以我们专业术语来讲叫喷麦 好 请教一下这个 喷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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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啪 老闆跟我爆炸 怎么会这样子 那么样的激动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有这么严重吗 这个昨天是在打盘协商 好像是在讨论说 就是关于 没收咨询的 不咨询这件事情 对 然后这个 对不起 我插了你话不要喷 现在开始要举手发言 把麦走人 所以说这个讲一讲 然后因为是柯建民提案的 然后所以他就是要补充说明这样 然后黄国昌就又开始了 就开始 逮到机会 好啊 然后就开始 我们不要太大声 怕我们观众朋友耳朵不舒服 然后就跟他在画面上看到这样子 然后就说要走了 然后结果咧 他讲说什么 请你注文人家发言 好不好 每次我在讲话你插什么话 你在讲话我有插话吗 我们正论节目要学起来 以后这个我在讲话的时候 谁这样讲我就打断他 然后咧 讲完他就要转身离场 结果柯建民也是 蛮可爱的 柯建民就说 趕快离开 趕快离开 更加激怒他 要走就走 对不对 黄国昌很生气 然后是不是刚刚画面上 又停下来再回头 然后再跟韩国瑜讲 结果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结果大家知道韩国瑜回答什么吗 韩国瑜讲说这个 这个 我们先这个 没关系 没有关系 但是当天要生气 也是民进党的立委 被剥夺咨询权 黄国昌在生气什么 到底 关他什么事呢 讲得很厉害 黄国昌就是最近 他可能这个 再跟柯文哲PK 比谁的声量比较高 我在想他们内部 最近都在台字光 没有戏份 他们内部可能有定 那个KPI 升量KPI 就是说 柯文哲不是传出 小牛有讲 过去有这个 定声量KPI 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 这个网路声量的扣打 然后最近看起来 柯文哲本来 好像觉得他有点落后 最近靠着台字光 又出来刷几波 连黄珊珊都进来搅局 不行 这个我在立法院 我要输了 趕快又趁着这波出来 但是他到底讲什么内容 讲到以前我们不知道 刚才大家看完之后 其实不知道黄国昌 想要表达什么 你到底是要 骂民进党说 你们自己这个迟到 然后还在过来 摸搜质询 还是要骂这个国民党 这个故意找民进党麻烦 他就是不敢被插话 还是骂韩国瑜 坐在那边这个人太好 然后都不这个 幫他主持公道等等这些 就不知道 所以他就只是要这样子插话 但是黄国昌作秀 也不是第一天 第一天的嘛 你看这个我们在讲说 上礼拜他不是去那个什么 这个里长者坐谈等等这些嘛 对 他只挑板桥去 他戏子不敢去嘛 你自己本来的选区 你不敢去嘛 因为你是去的战神嘛 所以很摆明 他就是在这里面 他就只想要作秀而已 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 接下來大家可能 至少还要忍受 因为他说两年后他要 他才三个月耶 才新科上任三个月 就演成这样 所以大家可能还要忍受他 这个一年又 十个月左右的这个 咆哮声 好 所以请教黄哥 那你看喔 黄国昌昨天有插话 柯建民啊 那柯建民也吞下来 所以黄国昌这下在演什么呢 其实超级协商 你看过直播的人 大概就知道 偶尔就是说 你插一句 我插一句 这合理啦 也常见啦 我们在节目中讨论 有时候也互相插来插去 也不会怎么样嘛 对 就你不要太离谱 那你们感情好啊 他们感情不是很好 感情好不好 是一回事 想说 昨天那个现象 就是说 因为柯建民是提案人 那他提案人的时候 因为提案人本来就是 要做提案说明 那黄国昌在讲话的时候 是因为他讲到说 那书面咨询的话 是不是也要一直等下去 那柯建民讲 不是口头咨询 当然就不用 就这么一句话嘛 黄国昌就受不了了嘛 我不管你是故意的 还是说你的EQ控管有问题啦 如果你是故意演的话 这种戏演个一次两次 差不多可以了啦 再演下去就难看了 因为再演下去 大家就觉得说 你这个人你是 你的情绪 你的EQ真的有问题 就是说你动不动去咆哮 我请大家搞清楚 朝野协商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朝野协商 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 不管是法律或预算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那由院长召集大家坐下 好好谈一谈 希望能够找到共同的意见 那你动不动咆哮 就拍甩桌子就离席 那干脆我建议立法院 你就把朝野协商制度废掉好了 大家就不要协商 因为朝野协商 一个很令人讨厌的制度就是 不管你党坛再小 你只要不牵制 他就是不成立 黄国昌你这样一走 昨天那个会就白开了嘛 这不是走第一次了 他自己走过 以后我跟你讲 他可能常常会离开 所以我觉得也无所谓 反正你如果要这样的话 就自己走自己收 但是我觉得柯总召 毕竟姜还是老的辣 所以他最后补那句是经典 趕走趕走 好所以请教小牛 因为郑韵鹏就说了 很多想离席是找理由翻脸 因为我昨天看到后面 傅昆琦也翻脸了 对柯建民 然后出去的时候 黄国昌还这样拍拍 傅昆琦说 我先来去 我先来去 然后就看起来和颜月色 这个时候就没有暴走了 奇怪 怎么态度差那么多 是我必须要说 这件事情唯一的受害者是谁 是柯文哲 柯文哲 不是何建民 他好不容易 靠着这波台智光 刷到第三名之后 你要看黄国昌的后市的曲线 他整个翘起来 在昨天这么一天吗 对啊 昨天一天之内他往上爬了 太离谱了 所以现在本来上一次大概一二三是黄国昌 四是柯文哲 那柯文哲靠这波台智光 他现在爬到三了嘛 搞不好明天这个排名又要交换了 那排名交换之后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这个大家都可以尽情期待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黄国昌这边有讲到 因为他说他听了柯建民 讲了20分钟的话 然后他就觉得说 就是轮到他讲话的时候 柯建民为什么要插我的嘴这样子 那当然我可以理解 就是说听到任何人插话 这个心情都不会太好 但是我觉得 我就是因为那个李慧仁导演 纪录片 那个2019年纪录片 其实就有拍到 柯建民其实凭良心讲 他摆明的就是要要要要 要记录你嘛 他摆明就是要故意刺激他的 所以我觉得 不要去上人家的当 那所以这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 郭昌老师既然知道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要心平气和 毕竟他之前有讲说 他叫做所谓的这个 那个温暖而富有人性的 这个郭昌老师嘛 他自己说要往这个方向去走嘛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这个一开始 因为其实平常去讲 这一件事情 柯建民一开始就有 为了这个案子 他有去找这个韩国瑜去沟通嘛 那所以我自己认为 这个案子可能有三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比较想是 就刚刚讲到做出表现嘛 因为最近民众党的 一直被挨打嘛 在这个监视器案件上面 欸小泉帮我看一下 我们刚刚有闪过那个画面 其实他出来之后 大家会后受访啊 是 韩国昌海拍拍付昆奇说 我醒来去 一样都是总照的身份 所以他那个时候没有翻脸耶 所以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第二个 非常有可能是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半白脸 半黑脸嘛 也就是说 这场协商当中 因为柯建民一开始有 为了这个提案 去找韩国瑜嘛 那所以我自己认为 傅昆奇这边可能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跟黄国昌这边 有达成一个协议 那就是说比方说 讲到一半的时候 就可能 因为黄国昌自己在里面有讲嘛 这个东西 他还要带到党团 回去跟民众党团这边讨论 他才能够给答案 给答复嘛 所以其实 黄国昌本来就打定主意要离席了啦 那只是说我觉得 他自己有点那个被刺激到 刺激到所以他干脆直接 现场就翻脸嘛 现场翻脸之后 他就是要让这个协商破局嘛 那所以我自己认为 你看很明显嘛 你看他一翻脸之后 傅昆奇也跟着翻脸嘛 那所以那个 本来是要一个半黑脸 一个半白脸 就最后两个都半黑脸这样子 然后说完两个又开始半白脸 好像感觉谁啊 你胸我弟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党团大概也傻了啦 他本来就想说 谈好就是说这个东西 你出去 然后我们再跟着一起出去 结果没想到你演这一出之后 完蛋今天整个版面都在你身上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马英九 4月1号要去中国 请教一下靖妍 4月8号 现在传出马锡二会要登场了 真的吗 这个肖续成执行长已经有讲 就是说这个客水主辩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 看这个北京这边有没有安排 那依我的判断 我是认为是蛮有可能的 蛮有可能 这个在去年的时候 马英九就已经有到大陆去过 那个时候是一方面是回去记住 另一方面也是带这些 大酒学堂的学生 然后去这个参观 那那个时候 大家都在讲说 会不会去跟习近平见面 可是因为那时候行程 根本没有 没有要到北京去 那其实大陆那边 一直陆续都有在邀请 马英九总统要 要过去大陆 一直都有 那见面理由是什么 那当然因为这个 现在对于大陆来讲说 就是两个不确定因素 第一个就是520 賴清德救治 那他到底会做出 怎么样的救治元素 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 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 这个会影响到这个 无论是美中关系 跟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 那尤其是说第一个 賴清德当选之后 两岸的关系更紧张 連拜登都在第一时间说 公开都直接讲说 不支持台独 所以可见第一 美国也很焦虑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最近发生这个 会惊吓海域的事件 所以过去 两岸本来这个 互不否认治权 这样子默契 有点被打破 为什么 因为对岸都在讲说 什么没有什么所谓 海下中线的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关系 是有点紧张 那我认为啦 习近平也是觉得说 其实他也有他自己 国内的压力 那你觉得这样见面 对国民党好吧 当然一定 他这个时候大家会讲说 对国民党好或不好 昨天其实也有媒体朋友在问 但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说 马英九总统从他过去 包含说 接任之前的马熙会 以及到去年去大陆的时候 其实他去年要去大陆的时候 大家那时候都很紧张 包含说 连党中央都很紧张 因为党中央连这件事情 都不知道 这一次据说 这个有限跟党中央 这个通知 告知说 这个他要到大陆去 那所以说可见 从昨天到今天 看起来大家也觉得说 就是马英九 已经告知了 又要去大陆 然后好像也没有太过多的反应 但问题就是说 马总统在这个时间点 他到时候跟习近平见面的话 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认为是有助于 缓和两岸关系 那当然习近平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 这个过去马熙会的时候 是习近平个人意志主导之下 他就是要跟马英九见面 他身边幕僚其实也反对 那这一次我相信习近平也是 他自己个人主导 要跟马英九见面 那他跟马英九见面 可以讲出什么样的话 对于接下来两岸关系 会有很重要的发展 好 任俊哥 马英九开心 那国民党内开心吗 国民党现在看起来 是要冷处理 都不太像这个紀元讲的那样 我认为其实是冷处理 因为很简单 马英九在总统大选之前 因为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 讲的那一段话 对国民党伤害有多大 连选前之夜 马英九都不要来了 不是马英九不要 是不准他 是不要乱他来 不是 这有主被动的关系 所以国民党 当然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根本不知道 马英九接下去 会讲些什么话 会做些什么事 而且还特别是在520 赖心得要救人之前 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去 老实讲 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 见马英九这件事 我相信他内部 一定有很多的考量 因为很简单 马英九现在在国民党内 是不是一个当权派 老实讲不是 因为真的当权派 但是他脱江的野马 要不然他就是一个 我是见证人 原则不发言的那一派 但问题是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中国大陆如果要跟国民党 有所对口的话 如果不跟党中央对口 他要找谁 过去的时候 曾经找过洪秀柱 做归他们对口的单位 现在没有人了 所以他是剩下的那个样本 吴敦一没有 那连战现在看起来 其实也比较少 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敢讲 但最少台面上是没有 所以马英九愿意去的 这件事情 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也是一个对口的一个单位 可是马英九 能不能代表国民党 我相信现在对国民党 党中央来讲 事实上是一定会有 尴尬的问题的产生 现任的国民党的 在立法院的副院长 叫做江启臣 当年对于马英九 提出的九二共识 是很有不同意见跟看法的 那请问江启臣算当权派 还是 是